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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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去大型的水產市場 才會自己選海鮮 再選怎樣煮 但最近銅鑼灣開了一間餐廳 以水產做主題 選了海鮮拼盤之後 還可以因應不同的食材 選不同的煮法 可以說是水產版的Omakase 只不過 今次就由食客發版了 你好,這是我們的基野海鮮盛盒 這裡有三款海鮮盛盒 最貴的一個,價錢是 1498元 比起其餘兩款,這個拼盤 特別在有時令的魚和活粒背 不知道怎樣煮好的話 都可以叫專人講解一下 建議煮法 包含到的生花魚皮脂尺 我們可以選擇鹽燒的方法 或是煮煮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赤海鮮 可以選擇天婦羅 做自身或是做分銷都可以 鱈魚方面 今天就有Kinki和赤綠 我就選了Kinki 其實做法方面 我就說魚身想要Sashimi 魚頭要煮煮 想不到他都肯做給我 擺盤還有很漂亮 不說那麼多 拿手機出來拍照 先看看 還有半隻蟹身 我就加多了100元 煮一個蟹粥 蟹粥 蟹粥裡面都會多一份蟹肉 其實都挺足料的 飯那貝只有燒燒一種煮法 但就可以選用清酒煮 或者由黑松露去煮 而且師傅會即場在店中間的位置煮 一邊看著師傅準備和燒燒 一邊等食物上桌都不會覺得悶 蟹粥 蟹粥其實就是享樂 不過大多數吃到的蟹粥 都是以燒燒來煮 因為刺身級的蟹粥成本都不便宜 所以會吃的當然選擇做刺身 雖然赤蝦用來做刺身會非常鮮甜 但只要天婦羅做得好 其實薄薄一層脆漿 都不會搶走主角的鮮味 這裡的赤蝦夠大隻 香脆熱辣辣 吃多兩隻都不覺得油膩 鮑魚是南非鮑 不用加任何調味料 就這樣燒燒已經很鮮甜 鮑魚是明天 黃星乌 血糕